李议员还有代表们 还有各位在地的乡亲 还有各位大家长辈 大家好 我是设计公司 集业工程雇工公司总经理王伟哲 以下这里为大家说明这个公园 就是公医用地 就是这块长沙公园的一个 整个一个设计的一个内容 我们这个长沙公园 它是现在目前 我们的中央政府 前瞻计划的一个城镇之新的一个计划 它整个案子在我们这个公医用地上 然后这公医用地 原本就是在我们的一个都计划的 一个划定的公园用地上面 然后我们现在目前 在旁边我们坐的位置 在这个角落 就是其实在公园用地上面 然后在中校街 这个面宽大概在73米 然后沿着这个水旁道路 过去 大概是在91公尺 91公尺 整个面积压在0.68公顷 差不多2千米左右 差不多2千米 其实我们这个案件 我们在设计的时候 考虑到现在没有很多公园的 它的设计都要考虑到这个绿色的内涵 和未来各类的使用者 包括就是什么 小孩和世大人 甚至是中队这部分 再来就是我们这个公园 是在我们市区 算是在鸡仔旁边而已 所以要考虑到很多青少年的活动 所以说它后面是一个多目标的亮点绿地 这部分是我们设计的时候 特别去考虑的 所以说要去考虑就是说 未来它的出土和公园绿地本来应该有的公园 再来就是一些 我们生活上 我们可以来这 呃 严肆 还是 那个 帮玩 还是早起来这些运动 来专层 所以说 刚才我们这个公园的分析来看 也说它未来是一个多公园 多功能的空间 希望说它可以共融 这共融我们现在在设计公园的时候 最后要考虑的是一个 不同的年龄之外 再来就是不同的身体状况 包括一个身体 可能是生产比较不方便的 或者是小朋友 甚至是幼儿 他要进来能够使用的一个空间 所以说我们可以希望未来 可以做会计划 可以在做会 热融 融热在一起 所以说 包括就是说 我们未来的空间的改善 和全民的使用 和他现在的未来 使用者的参与 可以在我们的设计上 都要在它考虑进去 再来就是希望 可以考虑到我们的环保 和我们这个绿色内涵的 一个设计的想法 好 我们再来就是说 我们未来 我们这个公园的发展定位 这发展定位 就希望说 让我们有一个完善的公园的机能 再来有多元化的 有休闲活动可以在里面 再来就是安全和舒适的环境 和和旁边这些景点 可以连结在一起 就是提供这个活动的空间 所以未来我们在设计上 我们在公所 我们在设计上 好 特别有去讨论 就是说 希望说我们这个公园 用地可以预留 一个社区活动中心的附地 这是我们预留 不过我们没做到 做出一个大草皮 再来另外就是说 要考虑到我们大伯要怎么配合 因为现在没做到 大伯在整治嘛 再来就是说 要考虑到未来 一个青少年的活动空间 这是要包括他的运动 运动的活动 和我们其他的使用 再来希望说 他一个是较有得适 较得适 可以 变成说我们是 可以代表我们花坛 整个一个环境 特色的公园 这是我们整个 我们在考虑的时候 我们的旁边的旁边的环境 他的设计的时候 我们考虑的重点 好 我们现在就是整个 我们整体的平面配置 我们其实因为民间很大 他差不多有2,000个空园的配置 所以说我们包括 就是说我们旁边这条中校街 和防汛道路 我们的出租就是大概在这里 所以说我们这个中校街 它是最主要这个公园的出租口 这个出租口配合旁边这条 交叉路口叫一个入口广场 再来这个防汛道路 因为这个防汛道路的功能 所以说我们这里是用 绿带来做区隔 因为那个高叉是有差 另外就是说 我们这个公园的地 其实是较厚的 所以说要把它困到最高 其实要做很多很多的 头红走进去 所以说我们 我们社会的农村 就怕胜说 不要用那些头红 就是稍微有稍微较厚下去 和现在的路 跟我们的山 在那中海的地方 稍微做一个斜坡混乱 另外就是整个有一个还原的道路 我们这是第一级 就是这样想 其实我们未来希望说 完整的时候是整个 才有一条步道 可以变成一个还原的道路 还原的步道工程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入口广场 再来就是中海有一个 很大地的这个阳光草坪 这阳光草坪我们可以说 旁边这些休闲步道旁边一条 就是我们旁边这些 是我们未来的停车场用地 这停车场用地 我们可以想象 后面还是买一次公圈 还是说后面的外档中心 是不是你要车先停在停车中 所以说我们在我停车中这边 叫做一个出口预留 预留这里有一个出口 这部分是未来 我们可以把这个活动中心 做到的阳光草坪的塞边 这部分就是这样 再来比较北边的时候 因为现在你看 我们也有感觉到 冬天这冬天的北风筋头 所以说我们在北边的这里 其实是用一个植栽带 副城市的植栽带 就是要稍微遗风 这部分有一个比较特色的篮球场 这篮球场我们要想 篮球场的标准篮球场 一个很大 就会沾到我们这个共同 很大的民间 所以我们这是 半场的非标准式篮球场 我们可以看有三个人影响 所以说我们这里可以说 三个半场 三个所谓的 我们斗扭的方式 这些篮球场 偏偏这些垂球场 镕子才有一个隔离带 这就是说 包括年长者 青少年来这里 使用的时候 可以看到有点区隔 不过还看得到 另外我们在防汛道路旁边 才有包括一个雨水花园 其实这个设计 其实是考虑到 未来日期的扩充性 因为我们的民质太大了 所以说我们这个经济来看 其实没办法做到 做完整的设施 所以包括到这个休闲步道 坐雨区垂球场 雨水花园 这块在哪儿 后面我们都希望 我们可以来加强 一些游戏设施 把强化起来 就是一步一步来打造 让我们这个公园 更有特色 这样子 好 我们现在第一季 这个工程庆域 是非常不简单 因为这 统统没有很多 我们勾起来 发包的工程庆域 一千三百五十五万 我们在设计 其实我们 我们在一半 其实才几千块而已 其实没多多 而且里面 里面有很多都是 途风的工程 这部分的经费 包括中央来 保障之外 其实我们公司 也算是我们的自酬 就是自己要兼职 来到这个 一千三百五十五万 其实这部分已经超过 到我们中央的 补助的 一个小额度 那又多了一点钱 不然我们做不到 这些工程庆域 统统现在没有钱了 我们预估的工程的期限 差不多在四个月左右 这部分 我们是拍赏 因为这没有钱了 这个土地 有稍微的部分 是用征收的方式 来去征收 所以说 这个工程庆域 作业时间 大概差不多在四个月 所以可能预订 在四个月的时候 开工 这个案件是预订在四个月开工 未来 我们的后期工程 就包括我刚才说的 就是这个游戏 跟步道的设施 跟社区的空间 生活空间的机能 以及就是一些体 体建 跟绿美化的设施 都可以在这里来加强 现在目前 主要在时间的部分 包括一些步道的 铺面工程 设施 入口的牌子 白水 去植栽 噴灌 跟照明 这是最主要 现在目前的 设计 最主要的行动 以上 多久 谢谢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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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